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表书看世界 今天我是在户外录像 我刚刚从这个腰垫回来 昨天大家都知道我去了一趟诊所 本来说是在看一下喉咙 因为喉咙还是在发言 结果去了以后呢 门口已经有护士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咳嗽的话呢 你就不能进来了 这护士也是戴着口罩的 因为没人戴口罩 就护士戴口罩说 让我打一个热线电话 然后呢到那边去看去 他们专门设了一个呼吸道感染的 这么一个诊所 所以我呢昨天就没看成 我想到最好不要去那 因为那里呢恐怕都是有毛病的人 所以也不想去 那么我刚刚呢 就跑到腰垫 去买了一下这个爽喉的这种 含在嘴里这个糖 现在就舒服多了 最近几天呢各个州政府 市政府都在颁布各种各样的措施 似乎好像有一点紧张的气氛啊 那么纽约州长呢 在要求美国政府啊 命令这个 请这个工程兵啊 在纽约为他们修建 和改造一些方舱医院吧 据说联邦政府还没有答应 啊 那么我们伊利诺州呢 据说已经到了100个啊 确诊的啊 这个病例了 我们本地呢 我们这个县呢 已经有了四例啊 昨天还有两例 今天据说又确诊了两例 一例是从佛罗里达回来的人 还有一例呢 恐怕是当地感染的啊 感染的 我刚才的药店呢 去看了一下啊 其实药店里 卫生纸还是很多的 但是呢 每人只能够拿四包吧 那每一包都挺大的啊 然后买药店里摆的都是卫生纸 还有酒精啊 插手液这些都有啊 但是呢 美人可以买四瓶啊 或者这个这个啊 两百个这个手套啊 一盒的这种一大盒的手套 也是啊 每人限购四盒 也就是说四盒就是八百个手套 当然没人买那么多 我就买了一盒 现在所有的学校 基本上都停课了啊 有的是在家里上课 因为现在正逢小孩的村假 所以很多学校呢 就延长了小孩的村假 从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那么大学上课的话 都是在网上上课 餐厅基本上都停业了 也有一些餐厅做外卖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 很多餐厅干脆就就彻底停业了 所以我我估计这个餐厅的 呃 损失也是比较比较惨重的 呃 今天在药店里的时候 看到一位美国人在戴口罩 其他美国人都没有戴 我周围的人没有人戴口罩的 就刚才看到一位老兄戴着一个口罩 啊也是个白人 也不是亚洲人 我周围好像还没看到其他任何人戴口罩 我我也去了 啊在这个大马路上 啊也看了不少人啊 在在去去这个超市啊 什么的超市都还是正常营业的 各个单位呢 啊我因为我有不少朋友在政府里工作嘛 啊各个单位也都还是上班啊 可能有一部分人呢是在要求在家里上班 也就不去单位了 但是一些重要人物啊 或者必须的仍然还是去单位上班 啊那么私有公司 我估计现在绝大多数都还在上班 啊 嗯 其他倒没有什么啊 啊 美国境内的留学生可能有点紧张啊 啊因为看到这么多的微信和微博都些紧张气愤啊 说美国失控了 据说还有人饿死了 这都是胡说八道啊 美国既然既也既没有失控也没有饿死人的啊 昨天居然还有留学生说 叔叔叔 这个这个我我我我现在很紧张啊 周围的同学们都很紧张 说要不要回国呀 因为有同学已经买机票回国了 哎我就说我在纳闷了 我说有人赶你吗 他说没有啊 我说学校还上课没有 他说再上啊 再上网课 我说有没有人威胁你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紧张什么呀 对不对 我说你回国干嘛 你回国到时候 这个人在喊打 过街老鼠似的 是不是 哎我说你好好待着 只要别去人多的地方 啊 只要有吃有喝的就行了 啊 没有人 这是在美国是很安全的 啊 没人去管你 OK 只要你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凑 现在实际上也没有人多的地方凑了 所有的公共场合基本上都限制 啊就是说不能搞大型活动啊 过去你搞什么聚会啊 宴会啊 现在都不行了啊 公共活动都取消了啊 都都推迟或者取消 所以 总总体来讲啊 并没有像国内媒体所说的那么 呃 严重 或者是所说的那么 呃 所谓的失控啊 根本就没有失控 有政府在 你说能失控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是不是 呃 当然了 就是说疫情比较严重的 像纽约州啊 西雅图啊 啊 这些地方可能大家是稍微紧张一些 啊 但是现在因为 呃 这个媒体天天在报道 政府也天天在呼吁 所以大家的防范意识 要比前两个礼拜提高很多 啊 很多人都在家里待着 啊 或者是呢 就是说 啊 哦 取消各种各样的约会啊 对吧 参会啊 等等 这些活动都没了 所以 美国是相对来讲 人口比较稀少啊 对吧 特别像我们这种地方 你走老远就见不着什么人 像我这地方对不对 根本没有人 啊 要传染我的几率也是很少的 只要我自己控制好自己 好 不去人多的地方 或者少去人多的地方 应该是 没什么问题的 啊 现在我是在我们家后院 来 给大家录音啊 啊 感谢你收看 啊 祝这个屏幕前面的朋友呢 也能保护好自己 啊 咱们明天再见